大家好,我們現在來介紹的這款遊戲叫做是德州布克 相信大家也一定聽過這款德州布克 因為它其實在現在世界上是非常受到歡迎的一種禁忌的卡牌 因為在這個當中呢,你必須要透過你的一些 你的心機啊,你的一些騙數才能夠得到最高的分數,得到最多的錢 因此現在受到非常大的歡迎 而我們現在這款APP是怎麼遊玩,我們就來玩給你看吧 這款遊戲需要透過網路連線才能夠進行 所以你必須一開始的話會叫你先註冊你的帳號 註冊完之後呢,我們就進入到這個選單裡面 其他就是這些公司做的這些遊戲,我們只要進入遊戲就好了 在選擇旁邊呢,自選網柱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用了多少錢數 然後自己去選擇你要打多少錢的一個桌子這樣子 自動配桌就是會依照你現在用的金錢數多寡 來自動幫你配到適合你的桌子 而這裡的錢是遊戲幣跟得複幣就是1比100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有664就是給它乘以100 就是我們現在在遊玩的時候呢,可以去使用到的錢數 而競賽活動是這款遊戲有10可能會出一些比賽讓網路上的玩家可以進行PK 然後第一名的人就可能會得到很高的獎賞 當你的遊戲幣已經用完之後呢,你可以透過儲值的部分去購買到遊戲幣 讓你可以再繼續遊玩 好,我們先來自動配桌吧 好,現在是一個以1比100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看我們要兌換多少的金錢數 然後之後去進行到這款遊戲 我們現在隨便兌換,我們現在兌換個2000 然後需要透過網路連線跟其他線上的玩家一起去做比賽 在遊戲過程中呢,你可以看到每個玩家都有自己一個的頭像 其實這款遊戲做得非常的精緻 而且會讓你有一種深知在這個像美式的或歐式的一些賭場裡面 那種上流社會的玩家們這樣子 所以會讓你有深入其境的感覺 好,如果我們在進入一個自動配桌的情形下 我們需要等到其他玩家玩完他們的那一局之後呢 才會換到我們的加入這樣子 如果你不想要在這一桌繼續玩下去的話 你可以選擇換桌 或者是選擇按這個鍵可以選擇離開 然後那我們就現在 就可以要輪到我們囉 追蹤撲克的規則其實 就是還蠻簡單的就是每個人都會有一開始都會先給你發兩張牌 另外在主人家的部分呢 就是先透過大選忙住 先透過這些 來給錢這樣子 專家部分呢就會有最後會有五張牌 然後每個玩家再去跟那五張牌 去做三張去選擇最大的配對 最好的配對的那些玩家呢 就會得到台桌上所有的金錢 至於其中的奧妙可能就需要自己去做體會了 我們會選擇做ALL IN 做了ALL IN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我們能不能最後贏得這場比賽了 至於他是因為是跟網路上的玩家去做PK 所以因此我們也不能選擇是做SKIP的動作 就是只能等其他玩家們慢慢的把他們的錢全部 花出來啊 或是他們做他們的動作之後呢 才能換到我們去做我們的動作 所以 現在的情況下就是 我們就一對 有玩家是PAY 還有玩家是童花 然後自己這個大小的關係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去觀看 規則 了解到哪一個是比較 高等的比較強的牌桌 那我們現在就做離開動作 好這款遊戲就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好 テーブ 你好 有 你好 太多了 好